我認為大家的氛圍也不敢做太大的決定 因為已經到了任期的末端了 然後又是主席延壓的兩個月 你現在做太大的決定也會讓人家覺得 這個民眾黨是不是在自亂正角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要呼籲黨 你這個街頭還是先不要辦沒關係 就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你想如果不能苦造極人 那就苦一苦小草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支持者 你把這些叫上街 你要負責啊 就冷了點 感冒一下 沒有 我覺得黨中央 你有權力 你有聲量 你還是要對這些人負責 不能把人家隨隨便就叫上街了 對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該質疑的要質疑 但該澄清也要澄清 所以我覺得Z9就是一個講話很公道 所以再來這個我們真的要講一個很實在的 因為有政論節目 像那個講直白就張藝善 打著 因為 中央委員 對 因為大家也知道 張藝善吃得很好 F套餐吃得特別好 對 所以一直遭到柯文哲的憤怒 都是好朋友 但我一個疑問是說 他最近說柯文哲在密道裡面收錢 那1500就從密道收錢 但這件事打科算是最兇的遊俗 會覺得這莫名其妙 金釋駭俗難以想像 我們導播很貼心 你先幫我們把圖秀出來你看 有沒有 這個 在這個密道裡面交錢 茶水間 越看越不懂 這是越來越扯 這個地方可以交錢嗎 這地方都沒有其他人嗎 怎麼可能 我不能思議 欸 茶水間跟廁所 通道它是有兩邊都有門的耶 然後你看秘書室 市長室 會客室 有沒有 大家看到這個通道是怎樣 我從市長室 我要進通道 我可以直接到廁所 秘書也可以到廁所 對不對 會客室也可以到廁所 那怎麼可能 是在這個裡面 在密道通往後門來避免 所以我帶了一堆錢 從通道走到市長室 那是當秘書 當會客室裡面的人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但秘書是死人 而且就算這樣好了 這裡是市長賭麥處 這經常一堆記者在那邊閒話 那你只要大喇 就從這個通道也沒什麼用啊 對 我覺得這說法 所以游書會說這太精采 他說如果真的要說密道 大概只有市長室內的小臥室 臥室後面有個後門樓梯間 就這個臥室樓梯間 通往後門的隱藏樓梯 才能穿過去 所以再到市長辦公室 他說劇情太狗血 商人帶著大把現金 進入滿滿監視器的市府交戶匯款 即便市長室內沒監視器 有必要如此明目張膽嗎 這真的很惱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一個假設上面 再進行另外一個新的假設 那我剛剛你講近週刊 就是這期的週刊 就把這些東西 不相關的東西把它連起來 說其實省金金有去市長室 那省金金有小省1500 那省金金有這個現金 然後大家把這三件事全部連在一起 變成省金金有拿現金去市長室交付這個匯款 就是這是一個假設 中的假設 然後這個我們前專案委員 再把這個假設把它說得好像是真的 那事以至此就變成一個 大家茶餘飯後的一個話題了 那好歹好在有這個有俗慧明理之人 雖然打科打得很兇 但是我覺得他也看得出這點 這是太瘋狂 就是已經輿論到沒辦法 相信大家現在在講的是一件事件 還是在講的是一個 我們說的科幻小說 因為實際上的狀況就是不太可能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節目嗎 他們做節目比我們輕鬆太多 我們剛才在那邊 裏搞裏了半小時多 還要把圖給鋪成 他們譬如說像這樣 我叫他綠美怎麼做節目 之前你也上過嗎 對我上過 比如說看這樣來導播幫我們帶這張圖 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圖 說科文者如果走通道的時候 他會怎麼走呢 他可能會這樣子走 也許戴個口罩 然後左看右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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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出超級熱動 他順便把那個 登登登登登 他會說他會叫市長 他叫裡面的秘書 會客宿 所以舉止就是因為 不願意一直幫忙搬錢 所以離職 雖然不能排除 就是講的 他們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所以我有時候去他們節目 就只能笑笑的 就是說你們 也知道你們在唬爛 但你們唬爛的有點好笑 我就觉得观众喜欢听也没办法 就是真的是这样 NCC也不管 因为他们就说假设 所以他在假设上面去做讨论 你也不能说他假设 假设上面的假设的假设 假设上面就堆了很多层假设 所以先假设柯文哲有收钱 有收现金而且是在这边收 所以然后假设这个现金之后 就假设说柯文哲透过市长市的密道来收现金 然后假设的这个 因为他假设的假设柯文哲 在市长收现金 所以再假设他必须走密道 然后再假设秘书必须拿这个钱 所以这个假设的假设的假设的假设 就可以就是套上橘子为什么紧急出镜 然后所以就可以假设橘子是因为 为了要躲这个钱所以紧急出镜 再从日本跑到澳洲 然后就可以连上线说橘子出 回来之后又马上出镜的那一天 因为刚好撞上了 沈静晶跟应小为被收压 就是所有绿营的节目都放在一个 不太确定是不是真实的假设 点上面去做发挥 那这件事情你看镜周刊也没有写实 说他确定是真的 那大家 因为他今天应该就出到没内容可以出 大概乱连连连看 今天就这礼拜讨论的话题就变成市长事 因为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可能绿营的观众就爱看嘛 他们就喜欢看柯文哲的落水 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也不可能叫大家不要看 那就是尽我们所能 然后尽量去帮我们这个柯文哲主席 或是民众党去做解释 那爱听不听也没办法 那所以就终究最后起诉书会出来 内容会出来 也会打脸之前这两个月 很多绿营节目的这些讨论 但是其实他们也不在意 反正有收视率就好 而且收视率还真的很不错 我是第一第二名 到现在even 都是就是讨论柯文哲案子的收视率 都会特别高 你讨论什么国会 什么才华法 讨论川普其实都没那么高 大家就想要看柯文哲的落水 那这个我们只能叹一口气说 好那只好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尽量帮柯文哲讲一些事实 帮民众党做一些事实的陈述 那你们要去假设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不能阻止别人假设 反正这个车马飞到了 有车马飞有曝光 我们进到我们在能力范围所及 尽量去解释了 那只能这样子了 所以一枪毙命变成 一两百亿的一枪毙命了 不就这样吗 反正打一枪不死 那我打一亿枪总是有一枪打中吧 那没有打中也没关系 没想到就下一页了 因为打的本身就是异议 对对对 打一枪是异议 打一千枪是异议 打一亿枪也是异议 因为异议是什么 异议就是收视率 对有那个声音大家会看 大家就想看嘛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难怪 你知道那个以前 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 日本有个很有名的评论家 叫大宅壮一先生 他提出了一亿种白痴话 他说日本人一直看电视 也不会反思 所以沦为这个白痴 这个国家像一亿 因为就一亿人口总白痴 对那时候是一亿 所以我只能说 大宅先生是先知 你知道吗 当年的日本 今日的台湾 但是我们有四成就是喜欢看这个 这没办法 那黄尔明有补充 黄尔明来导播帮我们代替这张 黄尔明在他脸书就讲到这件事 他怎么说 他说这种密道不是秘密 因为他提了一张照片 是镜周刊 他们当时专访柯文哲的站位 就是密道 所以镜周刊自己也知道 但就密不了 密得到 那因为版权关系 我不方便用那张照片 但是我要跟他讲 他自己都不觉得是密道 的镜周刊 然后他说是密道 所以你可以看镜周刊有多荒谬 所以我再说一次 镜检存在的一天 台湾施法就进加护病房一天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本集团 你自己会的是 Shall 你也可以的 你让人的心 跟你utto 生活 公文 师 马 自己 就是 来